入接到前十名的這個直條圖 我剛剛就是 當然第一個就是錄製那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在樞紐分析圖 然後再把一些需要改動的部分稍微改一下 最後就可以產生一個按鈕 OK就叫入接到前十名直條圖 按下它之後的話呢 就自動產生這個這個的結果 實際上就是把剛剛的那個動作錄下來 並且產生第一段 就是這個應該樞紐表 樞紐表的那個路接道部分 然後在樞紐圖的路接道部分 OK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有哪一些可能比較重要 其實這個程式嘛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就是這一段 在我剛剛就這一段 OK 第18頁地方 雲端白板的第18頁 就是樞紐表的路接道 OK 然後 但是呢 我直接 我剛剛是直接把它貼上 不過直接貼上好像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從這一段 就是樞紐 樞紐表的這個底線路接道 這個是樞紐分析表 然後底下這一段的話呢 是樞紐分析圖的 OK 然後最後這個是二合為一的 然後把樞紐表跟樞紐圖為一的 就這三段 然後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 選起來 Ctrl C 然後直接把它Ctrl V貼 貼到哪裡 貼到我這個程式裡面 本來是這一段 這一段沒有 OK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我們前面做的一個是 就是有關樞紐分析表的部分 樞紐分析圖的部分 然後最後把它整合在一起 主要是這個整合 整合的話就是先畫出表 再畫出圖 OK 那我把它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把這個先刪掉一下 如果執行它 我看一下 把它射中段點一下 這樣跑路要看得清楚 OK 第一段的話呢 就是先樞紐表 那我這邊有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判斷說 有沒有 已經有 這個跑過一次了 如果有的話 就把它刪掉 這個叫防呆機制 這個可以先跳過 好 然後add 有沒有 這個其實也錄下來了 去時點add 就是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幫我把這個工作表名稱 變更名 有沒有 iqshoot.name 也變更名稱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就是 再幫我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產生一個catch 它這邊會出現 放哪裡 放A3 OK 好 然後底下應該都一樣了 就是把那個什麼 那個路接到拖拉到直 然後拖拉到列 這個都跟前面一樣 好 最後的話 頂多是排序 排序的話 我游標是放在B4 然後呢 讓它排序一下 所以排序也把它錄進去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留下那個前10名的 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它這個 基本上就是錄製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畫圖 畫圖其實跟前面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add char2 後面其實只是增加我的坐標 跟它的寬跟高 這個也跟前面一樣 所以這個我想 就比較快的把它帶一下 再來就是這個是畫一個圖 有沒有 然後把來源再變更一下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前面我們那個 就是這個的名稱有沒有 像合計這個 我們是用錄製的 但是如果將來 假設你希望自己寫的話 其實也可以 你錄製OK 但是 如果你將來想要自己寫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放在雲端上面 這邊有個範本 它其實可以引用一個屬性 叫做Charge的title 有沒有 那 前面的話 就是Vis Vis 目前的ActiveChar 就是目前這個圖 的Char title 這個屬性的話 其實方便的地方就是說 你如果要針對這個東西 去做變更的話 那其實你只要 針對這個Char title 去做相關的設定就可以了 其實它是一個 算是ActiveChar的一個植物件 Char title 然後它裡面有幾個屬性可以變更 第一個就是它的文字 有沒有 所以你要只要點Test 這個Char title裡面的 點Test的屬性 給它名稱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給名稱 有沒有發現 它名稱 就直接被套用到裡面來了 這個名稱 再來的話呢 是它的顏色 顏色我們好像之前都用紅色 那紅色的話其實也很簡單 叫點Fone Color 點Fone有沒有 點Fone點Color 那後面如果要給紅色的話 很簡單 就是只要引用那個VBA裡面的RGB函數 R就紅色嘛 G綠色 B藍色 所以如果你要紅色的話 就紅色開到最大 就255啦 0就最小 所以如果你要紅色的話 那就255 00 OK 那這個紅色加上去 那字的大小的話呢 就Fone Size 等於20 有沒有 就直接加上去的 那如果要那個字體要變粗的話 那就Bold等於1 等於1 等於2的意思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關掉那個圖粒啦 關掉圖粒 我們之前有講過 叫Haslection等於False OK 他就把那個圖粒關掉了 這樣跑應該就沒問題了 OK 所以我把兩個整合在一起 最後呢 我頂多是多寫了一個防呆機制 為什麼防呆 因為如果假設你現在在Run的話 那一定會有一行程式發生錯誤 哪一行呢 就是我們前面這邊有一個叫重新命名 那因為呢 在那個Excel裡面的工作表名稱喔 他不可能長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這個地方 沒有寫一個防呆機制的話 那他一定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同名嘛 在工作表不可能有同名 所以喔 我主要是針對 這個地方我寫了一個 我先把它 註解掉了 我先跑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假設你沒寫這個 防呆機制的話喔 他應該理論上 會跑到這邊就卡住了 比如說按下去 他會執行 有沒有 欸 這會出現什麼 該名稱已經存在 請嘗試使用其他名稱 真錯 就這個 就剛剛講的 那如果說你假設喔 因為以後一定會遇到就是說 我 add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那個名稱呢 如果已經存在 那這個時候就一定會發生 像剛剛這樣的問題 欸 名稱重複喔 所以喔 如果假設啦 你遇到那個名稱重複的話 該怎麼辦 那我是建議啦 我個人的 習慣